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自己的两个膝盖的古丝头肌 其实是几乎是全脚长 几乎是全脚长 如果说的夸张一点 就是别在脚后跟上往后响就行了 对不对 你比如说有没有那种现象 就是你走起步伐来的时候 它是有瞬间是有那种脚后跟是离地的 它不可能就像跟杂夯似的 就这么去走步伐那是不可能的 是吧 瞬间是有 但是如果说你强调的过分了 把脚后跟抬起来 那没拍打球 谁也站不连站都站不住了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刚才我提了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双脚比肩宽 因为从正手工球开始 腿稍弯 重心稍微浅倾 有一点寒暇说服 这就够了 随着你这个技术水平的提高 你身体素质的能力加强 你腿部力量的就加强 跟你掌握技术的程度和个人能力 可能日后重心还要低 是吧 甚至低成这样 都是合理的 但是绝不是提起脚后跟的感觉 重心略微浅倾 寒凶收服 我觉得这个提法还是比较严谨的 所以说呢 当然说刚才我说到了 就是你走步伐的时候 你不可能就是脚跟 脚跟踩着地去走步伐 是吧 是脚内侧和前脚掌的感觉比较多 这是肯定的 是吧 所以说我觉得你换个思路 换个思路 就是把重心基本站稳 有寒胸收服 双脚基本站开 膝盖略弯 就可以了 这是我 我给你的建议 好吧 你可以去试一试 就是说 双脚适当站开 那个力呢 是在自己的两个膝盖的骨丝头肌 其实是几乎是全脚掌 重心略微浅倾 寒胸收服 我觉得这个提法还是比较严谨的 你绝不能绝不能这么站 你看我现在脚盖 不是我提起来的话 我站不住了 我说我双脚马上就要抖 对不对 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像我刚才说了 这现在就基本上重心就基本前勤 刚一开始做到这个已经相当好 你不要这样就行了 刚才我说的是 就是后仰就行 前勤一点 力点在这个地方 和找两个双脚上就可以了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